一開頭先自清切割 五黨籍永和區立委參選 李正浩八日深夜發簽字長文 宣布退出選舉 更直指自己是被惡意抹黑 捍衛自己清白的決心 不會改變 會對過去所有抹黑過的人提告 賴清德主席在民進黨 做性評改革的時候 我也會變成很多人的黨箭牌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退一步 讓整個民進黨 有做性評改革的空間 還民進黨能夠真正 做性評改革的可能 李正浩聲稱退選決定 是自己發想 但傳出提名後 因為性騷擾爭議 民進黨提名小組召集人潘孟安 曾多次希望李正浩知難而退 完全沒有這件事 完全沒有這件事 即便是MeToo事件爆發之後 其實你們也沒來訪問過我 你們也沒來討論過我 所以對我而言 其實比較像是少到台風味 那至於個別的 這個提名的候選人的調整 我想尊重黨部的決定 怎麼看到現在 要不要道歉你怎麼看 會在裁片里之前2.0 女方不願意接受之後 女方選擇跟我前同事 對我做一個惡意 跟抹黑的爆料 本質上在這個事件裡面 我的受傷很重 所以說我其實坦白講 我不太知道我要跟誰道歉 我覺得是抹黑我的人 需要跟我一個道歉 隨著李正浩退選 民進黨基層之前發動連數 要他退選的工作小組 則表示感謝共同努力捍衛價值 但也遺憾李正浩抹黑事實 李正浩退一步說是顧全大局 但能否真穩住 恐怕還得再觀察 TVBS新聞花城市的流行平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